你知道嗎 Mercedes-Benz曾經被世人嘲諷為 散發臭氣的怪獸 被世界第一個女偷遮賊 偷去之後 做了長途旅行 泯洋四海 你不知道的 關於賓士的奇聞異事 這一集通通告訴你 歡迎收看全民風車爸 大家好 我是宜成 這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如果你也對汽車充滿熱情 熱愛汽車發展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這個單元會用最有趣的方式 說故事給你聽 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 是擁有百年歷史的 Mercedes-Benz 它的創辦人 發明過兩次汽車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給各位幾秒的時間猜猜看 沒有錯 就是平行時空 白痴 其實是因為Mercedes-Benz 有兩個創辦人 其中一個是三輪車之父 卡爾賓士 另外一個是四輪車之父 哥特利布·戴姆勒 這兩個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但神奇的就是 在1886年 他們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同時發明了自己的汽車 唯一的差別就只有 三輪跟四輪 而且這兩個人 自從創立自己的品牌之後 就是彼此最強大的對手 1926年 戴姆勒汽車跟賓士汽車 雙強聯手 這兩間公司決定 合併 取名為Mercedes-Benz 這時好奇的你 可能就會問了 戴姆勒跟賓士合併 那照理來說 應該叫做 戴姆勒賓士 或者是賓士戴姆勒才對 你爸爸姓陳 把你生下來之後 你不姓陳 可能姓王 那Mercedes這個字 無緣無故 那從哪裡來呢 解答這點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下 哥特利布戴姆勒 跟卡爾賓士 他發起的故事 卡爾賓士出生在 1844年的德國福騰堡 父親是一名火車的駕駛 在卡爾賓士兩歲的時候 就死於肺炎 所以從小 卡爾賓士就和母親 貧困得相依為命 儘管如此 卡爾賓士並沒有屈服於命運的不公平 認真的他呢 15歲就通過了 卡爾斯路二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 主修就是機械工程 卡爾斯路二大學這間學校有多厲害 出了五位諾貝爾獎的獲獎者 校友包含了清淡之父 運動學之父 電磁學之父 還有這個15歲就入學的天才 汽車之父 卡爾賓士很明顯就是 父存的遺朵 1871年卡爾賓士跟合夥人奧古斯特里特 開了一間機械的架工廠 但想不到 李特經營不善 身材工具被當地政府沒收 還好這個時候 未婚妻貝爾塔 直接動用自己的架裝 幫賓士買下李特的股份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你要有一個有錢的老婆 儘管如此 公司的生意仍然是不景氣 賓士撕來想去 想到辦法就是 搞個專利 這個時代內燃機才剛剛被發明 準備取代蒸氣機 但是呢 引擎的轉速要如何調整 怎麼樣點燃燃料最有效率 都沒有一個標準出來 賓士決定發明一個全新的引擎 事隔8年之後 賓士完成他的二行程引擎 並且申請了專利 這引擎到底有多厲害呢 可能沒有很厲害 1885年賓士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三輪車 賓士1號搭載的就是這一個引擎 這一台車被形容的就是 非常不容易操控 而且噪音很大 鏈條容易斷裂 而且容易拋錨 被嘲笑為散發著臭氣的怪物 儼然跟現在賓士這個品牌 給觀眾給消費者的印象 是截然不同 那個時候的賓士啊 常常撞得東倒西歪啊 圍觀的民眾也笑得東倒西歪 甚至有一次喔 卡爾賓士自己在試車的時候 都撞到自己的圍牆上 隔年1886年換上新的引擎 並且正式的發表 卡爾賓士也被譽為 三輪車的汽車之父 儘管如此喔 這台車依然是罰人問津 這個15歲就上大學的天才兒童 曾經意氣風發 但現在只是個街房鄰居的笑柄 氣得賓士從此不敢在公眾面前試車 看著又陷入難關的卡爾賓士 他的太太貝爾塔 不知道又要出什麼奇招啦 決定叫醒兩個在放暑假的兒子 天還沒有亮 就偷偷瞞著卡爾賓士把車開出門了 所以他也是這個歷史上 第一個偷車賊 當兒子問他 媽媽 我們要去哪兒啊 費爾塔回答說 我們去看外婆 這個路途從曼海姆到外婆家 普福爾次海姆一共是144公里 以現在的標準來講的話 其實不遠 蠻近的 但是各位想想那個年代 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路途上沒有了 就去藥局購買零售的汽油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 那個時候沒有汽車 怎麼會販賣汽油呢 其實是因為 在當時那個時代背景之下 汽油是拿來做為一種清洗劑的 例如說你的鏈條髒污了 你就可以用汽油去做清洗 那遇到陡坡的時候 因為車子的性能並不是很好 他就會請小兒子開車 自己和大兒子就在後面推車 所以他的小兒子也是歷史上 全世界第一個無照駕駛的小朋友 那油路堵塞了 就用法針來疏通 自動的皮帶斷裂了 就去鞋匠店購買皮帶 在歷經了千辛萬苦之後 母子三人終於在黃昏的時候 抵達了外婆家 小鎮裡的人們紛紛出來圍觀 這一台奇怪的馬車是什麼東西呢? 那貝爾塔開心的發電報給賓士 汽車通過了考驗 快點報名參加 慕尼黑工業博覽會 PS 車子沒跟你說就開走囉 啾咪 果然賓士在賓士1號 參加了慕尼黑工業博覽會上面 一炮而紅 貝爾塔也因為這件事情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長途汽車駕駛員 同時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偷車賊 偷的還是自己老公的車 2008年這一條他回娘家的路 貝爾塔賓士紀念之路 由德國政府正式批准 認可為旅遊觀光路線 成為德國工業文化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嘗試著這段旅程 應該是蠻有趣的 也因為這次的長途旅行 貝爾塔也提出了許多實用的建議 例如說老公應該增加一個低速檔 專門給上坡使用 之前研發汽車引擎時 他有發明了其他的專利 例如說禮合器、換腦機構、火星塞、化油器 這些專利都派上了用場 做了一個全新的大概款 卡爾賓士非常勇敢的推翻 當時技術面已經相當成熟的蒸汽引擎 代理人們一步步進入輕巧便利的汽油引擎時代 另外一個汽車之父 哥特利布·戴姆勒 1834年的時候出生於斯圖加特附近的小鎮 1848年中學畢業之後 戴姆勒他選擇了一個很Hardcore的職業 你就會想不到 叫槍將 結束了短短四年的訓練之後 戴姆勒離開了槍械製造這份行業 22歲那一年戴姆勒來到了德國斯圖加特工業大學 僅僅學了兩年簡單了解引擎原理的戴姆勒 產生了和卡爾賓士同樣的想法 蒸汽引擎遲早會被淘汰 他的目標是設計更小型更便宜更親民更簡單的引擎 不過話說回來 22歲就會有這種想法 22歲的時候 我在想我能不能畢業 1872年戴姆勒來到科隆最大的引擎公司 道義四公司 他的創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四行程引擎的發明者 尼古拉斯奧圖 就是我們在講引擎奧圖循環的那個奧圖 那戴姆勒這小子一進公司 就不斷鼓吹他的老闆奧圖說 老闆我們來坐汽車吧 我跟你說汽車才是這個世界的未來 但是顯然奧圖對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毫無興趣 奧圖當時的主力商品 其實是紡織機的引擎 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之下 最賺錢的也就是紡織業了 所以奧圖一點興趣都沒有 再來戴姆勒又覺得奧圖 發明的引擎效率實在是不行 想做自己的引擎 奧圖對這個氣焰囂張的傢伙 越來越忍無可忍 你跟我講什麼引擎對不對 同時戴姆勒也不明白 為什麼奧圖不讓自己做更好的引擎呢 最後一言不合之下 戴姆勒份兒離開奧圖公司 那在1883年的時候 戴姆勒終於實現自己的目標 比奧圖更小更快更簡單的引擎 終於被發明出來了 轉速可以到750轉 是當時轉速最快的引擎 各位別笑 那是188幾年的年代 這樣子已經非常非常的厲害了 他四年後發明了一個新的引擎 900轉 到達現在車輛代速的水平呢 那在1885年呢 戴姆勒生產了全球第一輛機車 叫戴姆勒騎行車 戴姆勒的Riding Car 名字跟現在的定義 其實比較不一樣 那在1886年的時候呢 四輪汽車之父戴姆勒 發表了第一台四輪汽車 正好跟三輪汽車之父 賓氏發表的三輪汽車是在同一年 依據排氣量462cc的單缸 四行程汽油引擎 極速呢 可以到達每小時18公里 1890年 戴姆勒創立了自己的公司 DMG戴姆勒汽車 那最後要解答大家的疑問了 戴姆勒汽車跟賓氏汽車 這兩間公司合併起來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Mercedes-Benz Mercedes 這個單字又是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非常怪異 但是又很有趣的一件事 原因是因為戴姆勒汽車 有一個股東兼經銷商 他叫耶里尼克 這個人對Mercedes 這個法式風情的名稱 非常非常的著迷 多著迷呢 在1900年的時候 買下75台戴姆勒的新型賽車 戴姆勒三五車型 並把車隊跟賽車都命名為Mercedes 這個人瘋狂的舉動 不止於此 他還將三女兒 名字也叫Mercedes 在巴黎香榭大道購買了一間房產 取名為Mercedes展示廳 在法國南部先後購入了兩間別墅 取名為Villa Mercedes 以及Villa Mercedes 2 在德國購入另外一間別墅的時候 取名叫Villa耶里尼克 Mercedes 最後耶里尼克這個人乾脆在1903年的時候 申請改名 以後我就要叫耶里尼克Mercedes 什麼都叫Mercedes 這個人有玩沒有玩 我建議他改名Mercedes 鮭魚之夢 名字裡面有Mercedes的 就可以免費開走他 Mercedes Leo 名字是父母對我們的期待 那我們改名呢 是我們對壽司狼的期待 那不一樣 那大家呢也因為他這個瘋狂的舉動 稱呼他為梅塞德斯先生 那當這個梅塞德斯先生 要把這個魔手伸向車場的名稱的時候 戴姆勒汽車創辦人 哥特利布戴姆勒 曾經強烈的表示抗議 但是當時整個歐洲 法國風非常的流行 戴姆勒這個名字呢 用法語說起來鼻音太重 我們來聽看看 真的不是很好聽 而Mercedes這個名字呢 不僅法國人唸起來很順口 聽起來也比較高雅 又能搭上當時的時尚風潮 我們來聽一下 法語的Mercedes Mercedes 是不是好多了 所以呢 哥特利布戴姆勒啊 一離世 1926年的戴姆勒 跟賓士兩個品牌一合併 董事會全體同意公司改名為 Mercedes Benz 這個戴姆勒 如果地下有資的話 他應該會從棺材裡面爬起來 這兩間公司啊 合併之前就已經是歐洲最頂尖的 汽車製造公司 互相競爭是相當的激烈 戴姆勒的logo 三芒星 代表用自己研發出來的引擎 征服陸地、海洋、天空的夢想 賓士的原始logo呢 內圈是Benz的字樣 外圈則有桂冠 代表勝利以及榮耀 參與各種不同賽事 並取得了優異的戰績 這就是Mercedes Benz 品牌名稱的由來 你是不是感到很吃驚呢 OK 那麼下一支汽車傳奇人物傳記 告訴我 你想聽誰的故事 或者是什麼樣的題材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嗎 我是怡辰 下次再講故事給各位聽 拜拜